大料数朋友圈被创造101刷屏!就是后,零后都这样追星了!粉丝经济超哭迷现象! 孟美其冲啊!火箭少女,Big C 未出道! 最近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这类词刷屏? 连河水都在偷偷地追! 作为一名中年,小编的表情是这样的! 不认老都不行啦!年轻人都在看! 6月23日晚! 网络选秀节目创造101总决赛举行!观众点赞次数排在前11个女孩组团出道! 不管你想不想知道,你一定被以下全部或部分名字刷过停! 创造101成团11人名单! 孟美其,吴轩怡,杨超越,段奥娟,MME,赖美云,子宁,萨丽,杨云晴,李子亭,复京,徐梦杰! 你一定也听过!孟美其C未出道!这样的话! 作为票选明星之一,李宇春对此一语终的! 过去两个多月里,不管你是否关注创造101,相信你的朋友圈一定被这些小姐姐的名字刷屏过! 作为一个偶像女团扬成节目,通过任务,训练,考核,让101名女生在明星导师训练下成长,通过粉丝的Pick来决定每一轮的晋级和淘汰,最终只有11人成团出道! 残酷的赛制!王菊,杨超越等争议选手! 粉丝决定偶像能否出道的互动性等,使得这项节目收获了现象级的流量和话题! 创造101总决赛的话题占据微博热搜半壁江山! 据网组影视数据平台估多数据的统计,截至6月21日晚! 创造101的总播放量已超过43亿! 微博话题讨论高达!9000多万条! Pick!Z位!也成为风靡网络的流行热词! 人气选手占据了各大公众号! 以及微博热点话题榜的前列!粉丝经济! 在这场造星运动中,粉丝的能力惊人! 跟其他选秀节目依靠专业评审不同的是, 这档节目一开始就打出全民创始人的概念! 完全由粉丝点赞数决定选手去留! 这也使得粉丝的作用被空前放大! 从6月16日开始,创造101的台位便为每天公布一次! 粉丝之间的较量也进入白热化! 为了能使爱豆高位出道,粉丝们不遗余力地集资买卡投票! 时刻刷新排名,奔走转发拉票! 每当自己pick的选手调出处到位! 粉丝们便心急如焚地拉票! 创造101的投票规则是这样的! 腾讯视频会员每天可以为11名选手各投11票! 如果想再单独为某位选手投票,就需要购买选手定制会员卡! 一张定制卡可以额外再投121票! 许多粉丝选择众志成城的集资方式,将资金聚笼于偶像后援会手中,由后援会集中投票! 据有一次报告报道,截至6月22日12点,摩点网可以搜到累计共21次扬超月重重音员活动,OHOT平台三次! 公开的数据里,摩点网筹集到2263425.51元,OHOT平台累计筹集到777097.42元,总共300万元之多,筹资的人次也在1万以上! 集资是当代粉丝圈常见的一种行为,集资的钱通常会被用来给偶像做姻缘,如买生日礼物,买专辑等。 和创造101相似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由统计指出,选手蔡徐坤的粉丝,应援及自民账金额达200万元。 据知主网报道,截至6月23日周五。 据不完全统计,腾讯101的集资总额已超3000万元。 豆瓣网友整理的创造101的粉丝集资投票的数额,截至6月18日,偶像诞生。 到在2005年超级女生的比赛中,粉丝团体开始形成规模并自发组织和运作。 减讯投票模式深入人心,当时仅冠军李宇春一人。 在总决赛时就获得了3528万3808票。 粉丝经济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渐渐浮现。 之后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粉丝经济变现渠道越来越多元化。 从粉丝掏腰包为偶像投票兵员,买节目冠名赞助产品,买周边红款,支持代言音乐影视作品等,到选秀养成细网综受到热烈追捧。 节目平台到广告客户,以及电商,粉丝服务平台,都获得巨大利润。 爱瑞兹群发布的2016年中国粉丝追星及生活方式白皮书显示, 娱乐明星粉丝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近95%的比例, 他们的主要追星方式就是因缘,88.8%的粉丝每年至少都会有几次, 有的还是每月几次,每周几次的,在偶像身上消费,甚至有6.6%的粉丝每天都会在追星方面消费。 粉丝的经济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偶像的发展趋势。 微博粉丝量,百度指数,各类排行榜等,在大数据时代代表着他们的影响力。 其背后的影响力量预示着巨大的商业价值,粉丝经济式的粉丝和偶像之间。 存在住隐形的契约关系,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紧密。 追星过后,在粉丝经济时代。 偶像产业更像是一个快销品。 资本对流量明星的需求,往往会使整个生态体系进入怪圈。 例如,创造101节目中并不具备足够实力的杨超越最终还是在粉丝的加持下成功出道。 但流量只是一时的,当新鲜感退去,这些所谓的偶像会何去何从? 创造101决赛,杨超越以第三名的成绩成团出道。 如今90后,0后粉丝已成为主力。 通常一开始都抱住无私的心态。 他们被偶像的颜值,人设与梦想打动。 共情心理衍生出参与性消费。 为偶像打call,买单,包容偶像的一切。 在追星的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是追星更多的是一时的狂欢。 现实的生活更需要热情投入。 那么问题来了。 你为追星花了多少钱? 来源。 中国之声,ZGZS001,腾讯网,EMB。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